我发现这几个月 在网上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重洋媚外的标准 好像在逐渐降低 以前只有觉得国外一切都好的人 我们才说他重洋媚外 现在变成 只要觉得国外有任何可取之处 我们就说他重洋媚外 上个月 有位医生发表了一个观点 说小孩的早餐应该吃肉蛋奶 不要吃粥 被人骂上热搜 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 吃肉蛋奶就是重洋媚外 看完我都懵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 我刚好吃了红烧肉 松花蛋和双皮奶 吃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 我吃的原来是顿歇残啊 真的搞不懂 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 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 你自己打开苹果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 通过专利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WiFi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发送到 由蒂摩西约翰·蒂姆·伯纳李教授开发的互联网上 发送内容居然是批评别人重洋媚外 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 你为什么要当剑盘侠 你去当算盘侠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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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